昨日媒体爆料 51岁的演员傅义伟因涉嫌融流他人吸毒 被北京城群众举报 被警方带走 昨日北京警方正式消息 傅义伟的尿简称杨姓 同时涉嫌融流他人吸毒 这也是2016年开年以来娱乐圈涉毒第一案 众所周知 傅义伟在风尘榜中饰演苏打击 其亮眼的表演深受观众喜爱 同时成为一代人的经典 除了演戏外 傅义伟业余时间经商 被爆已熬成亿万富婆 傅义伟曾经谈到他的经商经历 1994年 我在台湾拍唐太宗李世民 我是女主角 有次三天都没睡觉 换来觉得特别难受 我想做演员这银行真不是人干的 我一定要脱离 再干下去我会崩溃 于是1994年我去了西安 开始代理林青霞老公旗下的品牌 选择这个品牌是因为我喜欢林青霞 傅义伟投资服装品牌 第一天赢业额才600元 起初投了20万经营不见其色 于是用30万40万不停的投 后来花了100多万 傅义伟用倾家荡产来形容当时的状况 因经济问题与老公离婚 没想到离婚后 店面经营却日渐好转 上世纪90年代初 他代理的服装品牌 在西安的店面有20多家 每一家店都价值100多万元 2017年3月26号 央视经济频道生活栏目 播出了《无烟锅》里的秘密 曝光演员傅义伟所代言的胡思复牌 《无油烟不年锅》 所做广告为虚假广告 而且产品本身有严重质量问题 傅义伟也成了继《过得纲》之后 第二个被央视曝光的演艺明星 当时傅义伟正和儿子一起拍新戏 紧急链接 剧组工作人员表示 傅义伟经商多年不差钱 平时人很低调 不爱张扬 后来傅义伟承认 接广告和电视剧 大多是推不过朋友的人情 然而在公众印象中 从前吸毒者大多是小青年 但从这几年染毒的明星中 可以看出 不少人已经人到中年 甚至步入老年 比如这次涉毒被抓的傅义伟 已经51岁 毛宁和影像节去年涉毒时 都是46岁 从这些吸毒的明星来看 早年成名 如今过期的明星居多